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在之前的课程中,已经带着大家手写了一个模板引擎 那我们手写模板引擎的目的呢,就是带着大家了解一下模板引擎的原理 只要这个原理搞清楚了,不论你使用哪个模板引擎都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的课程,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市面上使用率比较高的Smarty模板引擎 那可以看到在市面上,我们在百度中一搜索,可能看到这么多模板引擎 但使用率最高的呢,就是我们的Smarty模板引擎 它也是PRP官方的一个模板 可以看到这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以前的官网是smarty.prp.net 那后来呢,使用了新语名,smarty.net 你也可以看到,Smarty模板引擎的特点呢,就是一个模板编译 意思呢,就是将Smarty读取模板文件 然后用它们创建我们的PRP脚本 那接着也可以看到,这是我们Smarty的一个官网 那这个官网呢,我们这个Smarty也有专门的人来维护 也不断的在升级 可以看到现在最新的版本已经到了3.1.21 接着呢,你可以在官网中来下载相应的Smarty的一个版本 就可以来使用我们的Smarty模板引擎了 那Smarty模板引擎呢,相对于其他模板引擎 它的特点或者说优点呢,其实呢,它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那第二个呢,Smarty采用的是一个编译型 什么叫编译型呢? 也就是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我们在运行时 要编译成一个非模板技术的PRP文件 就像我们之前写的这个Compile中的这个编译文件 一样的 那接着呢,我们在后续的调用的时候呢 速度就相对比较快了 只有第一次编译的时候稍微的慢一点 这也是我们的编译型需要知道的 那接着Smarty的也提供了一个缓存技术 包括我们的局部缓存 而且还可以把我们的看到的HTML文件 最终缓存成一个静态的HTML文件 这也是Smarty的特点 那在Smarty3中又新增了像我们的这个 插件的技术,包括模板的继承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那Smarty的作用呢 相信大家在我们手写了这个 Smarty手写了模板引擎之后呢 大家应该有个了解 其实呢就是将我们的这个前台和后台分离开 这也是我们模板引擎的一个作用 那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呢已经给大家准备了 我们已经下载好了相应的一个压缩包 那想使用它呢比较简单 安装它之后把它解压 解压之后看到在解压文件夹下有这么多 那现在呢,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Labs 你只用把Labs烤到你的项目中就可以 你可以看到在Labs中有我们的插件目录啊 系统插件目录啊,包括我们调试的文件啊 包括两个很重要的核心文件 一个是Smarty.class.peerp 一个是Smarty.bc.class.peerp 这两个文件呢是很重要的 那接下来在这看 我们在学习Smarty的过程中 看到有一个Smarty的一个手册 是Smarty3的一个手册 那Smarty3呢和Smarty2还稍微有点区别 新增了一些特性 所以说我们学的是Smarty3 把这个手册呢以及这个压缩包 之后我们也会发给大家 那现在来看一下 在学习Smarty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我们程序员 需要掌握的程序片 一个是美工可以掌握的模板片 分为这两部分 那接着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手册中已经给大家写的也很详细了 看到这是我们的Smarty模板引擎 包括Smarty 什么是Smarty 包括Smarty的安装 以及看到模板设计者片 以及模板程序员片 那我们也是分为这两部分 来给大家做一个讲解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说了这么多 我们先把最简单的程序跑起来 我们可以把程序跑起来 可以看到在这儿呢 有一个目录TestSmarty 我们把压缩包下解压之后的这个Labs 考出来 这是我们的核心文件 其他的那些呢你都可以不要 那考完之后 我放到了我这个TestSmarty下 接着你想跑出第一个程序 看到在这儿呢 我们就有一个demo 在demo下我们新建了这么几个目录 相信看到这些目录呢 我们也不陌生 有一些呢我们都是写过的 像我们的这个templates 是不是模板目录啊 对吧 templatesC编译之后的文件 以及catch缓存文件 configures配置文件所在的目录 包括我们的插件所在的目录 好那接着呢 我们的一个入口程序 index.prp 你可以看到 在这儿呢就包含了一些 包含了一下我们这个入口程序 这是我们这个官方带的这个例子 官方带的这个例子 刚才你也可以看到了 在我们的Smarty解压下 有这个demo 那接着我们可以自己来一个 我新建了一个PROE 同样的也是创建了这样几个目录 那接着呢 在index.prp中看一下 首先你想使用我们这个 Smarty模板引擎 它就是一个类库文件 需要先包含一下我们的类库 那接着呢 我在这定义了这样一个长量 我们的这个类库所在的位置 接着呢 包含了一下这个Smarty .class.prp 这是我们的核心文件 有了这个类库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类的对象 拎一下Smarty 好 那安装完之后 首先你可以通过Test Install 来检测一下 你这些文件夹是否可以访问 其他的我们可以先不用管 来看一下 单独的先跑一下这个index.prp 来我们运行一下 index.prp 你看到检测的结果已经显示到这儿了 发现有这个模板目录 is ok 编译目录ok plugins catch 包括configures 这是我们需要有的这几个目录 那接着如果你说我删掉一个 我把这个缓存的删掉 你说我现在不用缓存 删掉之后你再来检测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你看到 缓存文件夹 doesn't exist 如果你的模板目录没有 它也会告诉你 不存在 这是安装完之后 我们先来进行一个检测 进行一个检测 我再把它恢复 catch 新建一个 catch目录 那接着你再来检测 就已经正确了 那检测之后没问题 我们先想跑出第一个 smarty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首先你看到 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 我们的模板目录保存到哪 那以后呢你还可以设置多个你模板文件保存的目录 也可以 第二个templateDR 保存到当前目录下的templates中 包括我们的compileDR configDR catchDR 这是通过设置里边的属性来实现的 那一会儿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通过方法也可以 接着像这个模板中许可的一个变量 看到这个耳散 我们是不是自己手写的时候 也给大家写过这个耳散 对没问题 那再往下来显示我们的模板页面 好 显示一下index.tpl 你看到在我们的template下 就有这样一个模板文件 那模板文件中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简单 首先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页面 在这里边许可了一个变量 接着我想得到这个变量的值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自己也写过 如何得到一个标签的值啊 对吧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把这里边的我们先删掉 运行一下 第一个 最简单的程序 index 你看到 welcome to mys.edu to study smarting 你传了一个username 只是king也读取出来了 那最简单的一个程序 已经跑起来了 可以看到在模板中 我们就简单的写了这样一个 username 把这样一个简单的案例跑出来了 而在这里边呢 我们使用的是默认的定届符 滑果号一对 你也可以来改变我们的定届符 那在这里边看到 这是我们的smarty中的注释 我们自己写的时候 是不是也写过这样的注释啊 也是可以的 都是相通的 所以说有了之前的基础呢 现在再来看我们的smarty 就简单的多了 好那smarty这个跑起来之后 我们再往下看看第二个例子 好还可以看到 在这里边还可以来打开我们的调试模式 可以通过smarty掉debugging 设置这个属性 如果开始的状态 你再来跑的话 你看一下 会打开一个控制坛 smarty debug console total time 总共花费的时间 包括你的脚本呀 你传的一个变量呀 对吧 在这里边都有 你也可以来打开这个调试台 也可以 就是通过一个属性就可以来设置 好再往下来看第二个 首先呢 我们就来把它跑起来 刚才说到了 你需要包含这个类文件 我们可以直接来包含一下 点点节线 labs下的smarty.class.plp 接着实力化这样一个对象 来设置一下 我们的这个模板文件保存的目录啊 编译文件保存的目录 缓存文件保存的目录 接着你看到 设置了一下 这一次你发现我们设置的方式不一样了 我们是通过smarty.class中提供的方法来设置的 通过set template dr set compile dr catch dr configure 包括 add plug-ins 当然了以后你都可以添加多个都可以 而且这一次我们没有使用它默认的定件符 为什么没有使用它默认的呢 我们先 先看一下 我们先使用的是 组 改变了一下它的组和右的定件符 用的是一个坚果号 花果号 花果号坚果号 当然了你也可以自己来指定 那一会儿呢 再来说为什么没有使用它的默认的 会有哪些问题 接着呢 我们像模板中许可了一些变量 你看到 在这呢 我们像模板中许可了 整形 符点 布尔 字符创 数组 包括等等一些其他的内容 也是可以的 现在接着又许可了一个什么的 许可了一个 对象 New的是这个test 许可了一个资源 许可了一个空 那相应的我们要显示这个模板 通过Smarting调Display 这是我们程序员需要掌握的 很重要的两个方法 一个是许可数据 一个是显示模板 那这两项很重要 这两个方法呢 其实我们带着大家也自己写过了 接着再看一下我们的模本文件中 你许可数据之后 我们需要来接收 这是我们的模板文件 那首先呢 接收一下我们的标量类型 你看到用的订阅符 就不是我们之前的花口号了 使用我们改编之后的内容 接收一下相应的值 这是我们的标量类型 接着符合类型 在接收符合类型的时候 你看到传过来一个数组 在这有一个数组 那这个数组呢 你看是一个 关联加索引的这样一个数组 那接着呢 我就可以来在模板页面 来接收相应的值 你可以这种形式 以方口号的形式 和我们PRP中访问书组 是不是一样呀 通过它的界名 或者以点的形式来访问 也是可以的 你看到这两种形式 都可以接收得到 我们可以来运行一下 1.PRP 标量类型 传的这些值都接收到了 符合类型 你书组中的这些值 也已经接收到了 包括我们对象的访问方式 你看到通过对象 调里边的属性 调里边的方法 是不是一样的呀 对吧 没问题 特殊类型 好 那模板中的注视这一块 咱们就不用说了 再往下呢 你这个注视 很重要 这个注视你发现 在我们这个显示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的 它和我们的html的注视 还不太一样 你看到在html的注视 在原文件中 我们是可以读得到的 而我们smarty中的注视 你写完之后 是不是在原文件中 看不到呀 所以说我们在写这些模板的时候 就可以来加上这样一些注视 好 加完这些注视 没问题 最简单的一个 像许可变量 显示一面 我们已经要实现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分模块的 来学一些详细的内容 那首先呢 你先把这个smarty跑起来 来许可一些变量 来显示一下内容 看一下 之后呢 我们再来往下学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